其實氣墊粉餅它出現是為了讓大家能夠快速的達到底妝跟防曬 因為它拍打的過程當中可以把防曬其實直接貼附在你的皮膚上面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SPF50的這種氣墊粉餅就可以省略到防曬的這個步驟 重點是你沒有長時間的接觸陽光才可以喔 那麼如果說你是利用氣墊你想要達到比較完美的妝效 Kevin在這裡教大家一個三明治的氣墊上妝法 在你的臉上面薄薄的先打一層 氣墊粉餅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越拍會越服貼 尤其是在眼睛下方這裡薄薄的拍上一點點 鼻翼的兩側 嘴角 眼尾 眼頭 利用粉撲折起來 再次拍一下 很多人是用腮紅粉 所以呢如果你用完氣墊上腮紅 你會發覺你的光感 氣墊的光感就不見了 所以呢其實我建議大家你可以使用一些高狀或液狀的腮紅 所謂的三明治的氣墊 上髮 就是先上一層氣墊 然後把遮瑕跟腮紅 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最後我再利用一層氣墊 再一次拍打 在眼睛下面比較乾的地方 臉頰處 再上 蜜粉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不要大量的按壓蜜粉 因為氣墊粉餅裡面的保濕成分 你一刷很容易不均勻 所以呢利用蜜粉刷沾取蜜粉 先少量的輕拍 然後再輕輕的刷 再來是臉頰的外圓 盡量把眼睛下方還有笑肌的地方這種水感流著 再來 鼻子的T字部位 跟鼻翼兩側 都是用輕拍然後再刷 蜜粉它會有霧面的效果 然後呢 前面是發亮 後面沒有亮 所以你的臉看起來就會 欸 往後面變小了 然後笑起來還是有水水的光感 為什麼現在 氣墊粉餅這麼受到歡迎 就是因為它的這種水感的保濕能力 跟快速的完妝效果 每一塊氣墊它的成分訴求 妝感訴求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看盡你的荷包 聰明的選擇喔 謝謝你當我的模特兒 謝謝 當然如果說你想要你的 妝感比較完整的話 還是可以的 你就把氣墊粉餅當成一般的粉餅來用 只是它用法上面都用輕拍的 然後在氣墊之前 不要用粉狀的產品就可以了 就我的經驗 其實 大部分的氣墊粉餅 氣墊的粉體喔 因為它是透過了不同的粉體的包裹 所以氣墊粉餅 它的變暗沉的機會會比較低 記得你在挑選 蜜粉刷的時候 要挑選這種比較鬆比較軟的 因為太密太緊的蜜粉刷 你在 沾取蜜粉之後 一下子太多 很容易一坨一坨 一塊一塊的 氣墊最棒的是拿來補眼下 跟笑肌這一塊 尤其是眼下很容易有 這種乾紋的人 是最好的 每一個人對於妝感的需求不同 只要氣墊之前 不要上這個粉狀的 的產品就可以了 現在如果你都有做妝前保養的話 所謂的隔離霜是可以省略 那最重要還是防曬這個部分要做好 先利用一般的粉撲 或者是一般的海綿 把 你覺得有糊掉的地方 先壓掉 然後呢就可以直接 直接用你原本 氣墊 粉撲上面剩下來的粉 輕輕的拍打 容易脫妝 很多時候會有兩個原因 第一你可能真的是標準的油性肌膚 就是痘痘肌很容易出油 第二就是你的皮膚太乾了 通常我在補妝的時候啊 都是針對就是眼睛下方 還有笑肌的這一塊 然後鼻翼兩側 檢查一下 法令紋的地方 壓一下 眼下眼尾 很喜歡擦這個韓系口紅的人 嘴角一定要入浴 水分的蒸發反而會帶走 臉上的皮膚的水分 還有油脂 如果你是很乾的皮膚的話 我的建議反而不要噴水 而且噴完水之後 你怎麼去處理 你噴在臉上的水分 它是需要技巧的 記得我教大家的上蜜粉 上完氣墊之後上蜜粉的方式都是很輕薄的 所以如果你要補妝的話呢 只要用 一般的海綿 壓一下 這個蜜粉就會被你均勻的貼付 然後再補妝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氣墊 它的防曬係數不夠高 而你會長時間接觸陽光的話呢 就要先上防曬再上氣墊喔 別忘了也要按下訂閱鈕 隨時接收來自VOOC最新的訊息 氣墊粉餅光在2016年在台灣就成長了184% 台灣女生使用氣墊粉餅也佔了六成以上 到底韓系 髮系和日系的氣墊粉餅 特色在哪裡 我真的覺得氣墊粉餅超好用 因為它就是把粉底液浸在海綿裡面 然後再拿粉撲 其實壓一壓 每次出門前大概只要花兩分鐘 我的底妝就完成了 那小龍你自己有在用氣墊嗎 有啊 其實我平常最愛用的就是雪花胸的氣墊粉餅 因為我覺得像下午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你會覺得像是 黑眼圈啊 或是毛孵出現的時候 我就會用 他們家的氣墊粉餅 然後這樣子拍一拍補一補 一下子那個光澤感又重新回來了 我覺得韓系的氣墊粉餅是真的是蠻厲害的 聽說今年還出了很多加入保養成分的氣墊粉餅 像我之前去參加他們的雪花秀記者會 他們其實在8月的時候就出了 他們家最頂級的氣墊粉霜 一打開其實它是非常 金光閃閃的一層保護膜 然後打開之後 它跟他們之前的氣墊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它的成分當中是有添加他們家的赤松 就是他們家最頂級的抗老成分 然後還有抗氧化的梅花花瓣 然後在用的時候你會覺得有聞到淡淡的梅花香氣 可是如果說到頂級其實我還我知道還有一款更頂級的 就大概像市面上最貴的氣墊粉餅吧 這個是厚 因為它裡面通常都是用海綿 可是它是用手工蕾絲 那個網子就對了 對 用這個網子去過濾裡面的粉底 它裡面也放了很多就是 厚它頂級保養品的成分 聽說是那個磁吸太后它的美顏秘方有26種成分都放在裡面 所以一樣就是使用這個氣墊粉餅 上上去的時候也一樣是有抗老的效果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它還附了一個這個刷子 對啊 一般很少人在附刷子的 它附了一個短刷毛 所以其實你可以使用它裡面的海綿 或者是用粉刷 就是創造兩種不同的妝效 我覺得它這個刷子真的超棒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用海綿的時候 鼻翼這些或者是眼角的時候 比較刷不到的話 其實這樣子沾一沾然後這樣塗一塗 就可以了耶 除此之外 你看這款水藍色的氣墊粉餅 也是我最近發現還不錯的 它是SUM37 這牌子真的很有名耶 台灣終於也進來了 然後是大S代言的耶 那它聽說它門牙的成分 都是用86種花朵還是植物這樣子 發酵而成的 自然發酵 很厲害耶 那它其實有一個明星產品 是一個水凝霜 其實也是一個水藍色的保濕霜 它就是一個無油的保濕霜 可是非常的保濕滋潤 然後這一支氣墊產品 就是從那個保濕霜延伸過來的系列 其實除了韓系之外啊 其實像蘭蔻算是歐美品牌第一個出氣墊粉餅 它是從去年到現在 真的是第三代的氣墊粉餅 那跟之前很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它的粉體 聽說比之前的話還要十分之一 小十分之一 對小十分之一 所以它等於是拍起來 它的妝感會更輕 更自然 但是呢 它還是會有它既有的遮瑕力 跟它還有它的美白的功效 每一次都會覺得說 拍氣墊兩家很亮 可是T字又好油 就是油油亮亮 我可能還要再用蜜粉 或是粉餅壓油 我覺得也滿繁瑣的 可是呢 其實Dior它今年夏天就出了一款 那個比較持久性的 然後講究是霧面效果的氣墊粉餅 它就可以幫你 長效持妝之外呢 它還可以幫你吸油 所以我覺得改善了我好多 那個拿好多東西去吸油 然後讓我油光滿面的效果 我覺得這一款 就是霧面之地的氣墊粉餅 也滿值得推薦的 其實既然韓系跟歐美 都出了氣墊粉餅的話 其實大家都很好奇說 日系是不是有出氣墊粉餅 那終於我們在今年年初 終於等到了資生堂 也出了氣墊粉餅 不曉得你覺得用了以後 感覺怎麼樣 對啊 其實我自己也好期待 日本的氣墊粉餅 這是國際貴出的一個氣墊粉餅 它其實也是韓國製造 可是它其實跟一般的韓國的 氣墊粉餅有什麼不同呢 它其實裡面加了一個 所謂的智慧感應科技 所以它就加了潑尿酸跟控油的粉末 當你撲打在臉上的時候 你皮膚哪邊缺水 它就幫你補水 哪邊需要控油 它就幫你控油 就是一個超智慧的感應科技 這是資生堂比較驕傲 跟讓人家覺得很期待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 是要保養的效果 還是妝效的訴求 然後好好去試 就可以找到一款 適合自己的氣墊粉餅 哇 小龍 這準備太多氣墊粉餅了吧 大家如果是春夏要用氣墊粉餅來上妝 我還是很擔心氣墊粉餅擦起來 會油漬油漬亮亮的 那到底要怎麼選氣墊粉餅啊 喔 這個專業的問題就交給我們 黑雅老師囉 喔 邀請黑雅老師 我是問一下喔 那氣墊粉餅來講的話 我要這麼多的款式我要怎麼挑啊 因為你的皮膚還算不錯 所以那個遮瑕 反而就不是你需要的重點 我個人偏好 Dior跟Bobbi Brown 那其實在選擇這個之前呢 你的保養很重要 那不用上粉底嗎 就是有些像是說一些黑眼圈啊 或者是一些瑕疵的地方 對 如果是想要把一些瑕疵稍微遮掉的話 還是要局部的地方選擇有 遮瑕能力的粉底液 然後做局部的遮蓋 所以老師我以為其實上氣墊粉餅就可以代替粉底液了 就沒想到你還是會建議還是上一點粉底液比較好 因為直接用氣墊粉餅的話 真的還是比較容易妥妝 因為台灣還是比較濕熱 台灣真的很濕熱 剛剛好像韓國一樣就直接壓一壓 比較乾啦 所以先主要是黑眼圈啊 所以等於是說先把它這樣子輕輕先修過一層 對 你看這樣子畫的話就 黑眼圈就比較不明顯 然後接下來就是用氣墊粉餅來做完妝 那老師你說氣墊粉餅是打整臉 那有沒有哪些地方你會壓的比較重 或哪些地方壓的比較輕 用量上面會不會其實也還是有差 氣墊粉餅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可以幫忙把那個毛孔 把它不明顯 對 但是手勢很重要 你看我從頭到尾都是用 拍的 不能有任何的那個 是因為氣墊打起來會讓臉整個看起來太亮 太亮太亮 而且我不建議這樣子就完妝 因為我們東方人 然後少一點什麼東西對不對 通常就是臉比較平嘛 所以還是要有一點氣色 對 然後有一點點立體感 現在這樣就完妝了 感覺很快 然後又肌膚的光澤又有對不對 對 又有有 因為我的皮膚是屬於比較 混合性偏油 如果我用了氣墊 我還可以再加什麼東西嗎 還是我需要怎麼做 才可以讓我的氣墊 看起來是很好看的光澤 因為混合性肌膚 通常帶著就是會有毛孔出大的問題 所以你必須要用比較無油的粉底液 來在你有瑕疵的地方先做一些補強 老師可以幫我選一下幫我試試看嗎 嗯 所以正方的話也是需要 一開始也是需要在一些有瑕疵 我認為比較沒有那麼完美的地方 先用粉底做一些補強動作 先打底 所以等於是說先把一些也是不好看的地方先修飾起來 這樣的話其實上氣墊粉筆的那個用量也不用那麼多 先整個打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用我們的主角 對 選擇有霧面完妝效果 然後有遮瑕能力的氣墊粉餅 對 所以等於你有沒有感受到老師在拍的那種感覺 是很滿舒服的齁 對 真的很像按摩耶 我就可以睡一下 老師好了叫我 而且大部分的氣墊粉餅都會有清涼感 對 都可以讓你降溫 因為夏天的皮膚膚溫真的會比較高 然後如果出油又更高 所以降溫是很重要的 對 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一樣我們必須要有腮紅 所以腮紅也是像底妝一樣的程序 是在那個氣墊上完之後再上腮紅就對了 OK 所以老師也是用氣墊的腮紅 對 我也是用氣墊的腮紅 氣墊真的還滿好用 就好像感覺真的很簡單 拍一拍壓一壓 然後妝感也是很 就很漂亮的妝感 又很清透 好 都是很涼感的東西 接下來最重要的這個 油性肌膚跟乾性皮膚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 最後定妝的部分 因為乾性皮膚幾乎可以不需要再用蜜粉 就可以完妝 但是像正方稍微油性肌膚的話 我建議所有的消費者在重要部分 譬如說我們鼻子鼻翼的周圍 好這個臉頰旁邊 比較容易出油的部分 還是要用一點蜜粉定妝 不過這樣通常我們平常夏天到的話 其實到下午其實氣墊粉底是不是很容易 就是沒辦法持續到這麼久 然後那需要補妝的話 老師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教我 好 其實只要有化妝就是要補妝 對 不可以偷懶 不能 真的不能偷懶 所以呢我們要補妝第一個步驟 我們可以先使用礦泉噴霧 稍微讓你皮膚有涼感的東西 稍微整個稍微噴一下 然後呢你再用面紙 把剛剛的水分呢稍微的吸掉 噴這種水主要是也是讓膚溫可以降一點 對稍微降溫然後可以稍微做一點點清潔 然後之後呢所有的動作就像剛剛再重來一遍就可以了 對啊原來氣墊粉餅不是你買了一個 整臉打就了事 還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需要學一下 這樣就可以打出像韓星一樣漂亮的肌膚的 對啊 所以今天謝謝黑雅老師教我們這麼多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